兄长坠牙失忆,为牙女所救 我冒险寻到他的时候,眼前突然飘过几行字 哎呀,恶毒女陪你滚哪,不要打扰男女主啊 大家别怕,太子只爱女儿 等他登基,就会狠狠嘎的沈凌华,朱九卒的那种哦 在下不才,正是沈凌华 为了避免悲惨结局,我努力嫁给眼盲的反派男二 可大婚当日,却是兄长一剑挑开我盖头 他掐着我的下巴,冷笑着吻上来 嘘,小点声,你想让新郎听见我们在洞房吗?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从未想过,生活了16年的世界,竟然是一本书 而兄长不仅是流落民间的太子,亦是这本书的男主 如今挡在他身前,一脸柔弱却又倔强的哑巴采药女 则是女主,事情要从半年前说起 那时,兄长回乡探亲,不料坠牙失踪 我带人来寻,辗转多处后 终于得知兄长流落于一个大山深处的村落 只是他失忆了,认不得我了 想到家中听闻噩耗后一病不起的祖父 我欲要强行将人带走 这时,眼前突然闪过几行字 哎呀,恶毒女配你滚啊 不要把扰男女主啊 幸好恶女现在还不知道男主的真实身份 不然女儿就危险了 恶女仗着权势带走了太子 害得女儿一个人怀孕生子乌乌 这些古怪的文字是哪来的? 我心里掀着惊涛骇浪 但面上却是不动声色 静静观察着这些漂浮的文字 越看越是心惊 据这些文字所说 之后我会得知沈淮并非我亲生兄长 祖父会在临终前 告知沈淮真实身份 并将我托付于他 而我在经历了至亲离世的悲痛后 在陪着男主回宫夺位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对他动了心 仗着兄妹之情 我不断横跟在男女主之间 百般阻挠他们在一起 并使出十八样阴谋诡计来陷害女主 每次太子要赶走她 她就会哭着认错 但她说话跟放屁一样 下次还会陷害女儿恶女 就会道得绑架太子 动不动就搬出祖父 让你好好照顾我那套说辞 忒恶心 大家别怕 太子只爱女儿 等她登基 就会狠狠噶了沈灵华 朱九族的那种哦 在下不才 正是沈灵华 兄长不是沈家亲子 我老早就知晓了 记得吉吉里的前一晚 祖父问我是否愿意嫁与兄长 那时我深深沉浸在震惊当中 久久不语 祖父也只是笑笑说罢了不及 没想到兄长的真实身份 竟是如此显赫 但当务之急 事先把人带回去 我敬意不定地打量着雅女的妖父 那里是 已经有小侄了吗 她十分戒备地盯着我 死死抓着兄长的胳膊不放 我对她和善地笑了笑 多谢你救了兄长 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 还请随我们一同回京 以便报答救命之恩 雅女眼神闪了闪 似乎很是惊讶 但她依旧摇头拒绝了 并是以兄长赶客 那些文字又躁动起来 女儿干得好 就不该对三儿心慈手软 沈灵华这个心机绿茶婊 厚颜无耻 死缠着太子不放 都怪她非要分开男女主 太子受了刺激恢复记忆 不然她会留下来陪着女儿 照顾她生孩子 受了刺激 就会恢复记忆 我灵光一闪 抓住了这个重点 兄长 对不住了 正好让我来验一验这些文字 究竟是天机还是鬼话 兄长一向温润如玉 清雅淡然 我从来没见过她发火的样子 这世间似乎没有任何事情 能激怒她 想在这穷乡僻壤都山沟沟里 找到能刺激她的东西 显然是十分艰难 所以 当我和亲卫们假扮土匪 埋伏在他俩上山采药的必经之路上 在一阵肉搏之后 两个人成功被我们掳上了山 雅女被关在另一处山洞里 好吃好喝地看着 我把一瓶辣椒酱交给亲卫头头 示意把这东西抹在兄长的 后庭那处 亲卫头头颤抖着接过瓶子 眼里全是恐惧 这 小姐 大公子要是醒来 会扒了属下的皮的 我安抚似的拍拍她肩膀 兄长没你想得那么可怕 她脾气很好的 再说了 天塌下来 有我顶着呢 小姐你不懂 大公子她 她哭丧着脸 两股沾沾地进了山洞 过了一会儿 她满头大汗地出来了 视死如龟般 对我道 小姐 弄 弄好了 头顶的蚊子如流星般 飞速划过 恶女要干什么 是想下药生米煮成熟饭 八成是看见女儿和太子轻轻我我 极度死她了 畜生啊 这个时候太子还是他名义上的亲哥吧 嘿嘿 古柯 呃呃 范范 楼上的SB给我滚 滚家10086 古柯又是什么意思 他们还在破口大骂 嘖嘖嘖 都在骂我 那我不干点恶事 岂不是辜负这一声骂名 我进去看了一眼 感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在我的威逼力右下 亲妹们一脸绝望地将胸掌扒了干净 在扒胸掌的上衣时 蚊子沸腾了 哇哇哇 好大 好白 好粉 嘻嘻 信号斜杠那不依反斜杠信号 好男人不包二 奶 给我康康 给我康康 都是花了钱的观众 凭什么不让我看 受不了了 男主脏了 你们这些叛徒 根本不在乎女额 好奇怪 这些东西突然泪哄起来了 在巴兄长的裤子时 蚊子怨声载道 哇靠 屏幕怎么突然黑了 怎么啥也看不到了 是俺掉线了吗 管理员滚出来解释 凭什么恶女能看 我们不能看 我笑咪咪指着兄长的胸膛锁骨 瘦腰大长腿 来来来 这里 还有这里 你们手劲大 把这些地方给我狠狠掐一掐 一定要往青了子了掐 不然兄长醒来 他是不会相信的 他是失意 又不是失了志 倘若他和雅女真的有了夫妻之时 那更不容易被糊弄过去 小姐 你怎么懂这么多 是不是又偷偷去逛花楼了 小心将军知道了打断你的腿 我当然死不承认 呸呸呸 本小姐博览群书 自然见多识广 不对吧 属下上个月还看见你逛南风馆 没钱喝酒被撵出来了 我恼羞成怒 闭嘴 胸长悠悠转醒时 扮成土匪的亲卫们将他围在中间 一起发出了响亮又饮邪的宁笑声 这一幕果真是狠狠刺激到了他 气得他是直接一口血喷出 从石板上咕噜咕噜地摔了下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然记起了一切 看来那些文字所言非虚 一众亲卫跪在门外请罪 一个个如临大敌似的 大气也不敢喘 其中就数我贵得最笔直 我指天发誓 一口咬定他的清白还在 胸长携椅在竹床上 体态修长 素白的中医包裹住他静瘦的腰身 上秀明月精确点缀其间 清雅温润 一如他这个人一样 只是他低着头 神色晦暗不明 过了好一会儿 一丝低沉阴雅的冷笑 才从他喉咙里移出 令人不寒而立 胸长 我窃窃唤他 文言 他半眯的眸子瞬间睁开 杀意一闪而过 英智的目光牢牢盯住我 像在看一只在掌心的球雾 透着浓浓的湛有欲 我悚然一惊 吓得一屁股摔在地上 他腹又飞快地闭上眼睛 在睁开 眼里便又样着和煦微暖的笑 如沐春风 他温声开口 饶过了亲卫们 我立时松了口气 就说 兄长还是很好说话的 只要日后 我不像鬼话说的那样作妖 就凭着这二十年的情分在 侯府怎么也不会沦落到 朱九族的下场 听到祖父病重 兄长立刻要启程回京 他让人把雅女也带上 这次男女主没有因为我被强行分开 鬼话显然有些不敢置信 沈灵华居然没阻止 阻止啥呀 他现在还不喜欢太子吧 只拿他当哥哥看 不然哪个傻的 能想出那样的烂招逼人恢复记忆 也不怕把人刺激疯了 男主怎么感觉怪怪的 让人不舒服 我本想在路上和雅女熟络熟络 于思 他是我未来嫂嫂 于公 他是未来皇后 何必把关系弄僵 可惜兄长没给我这个机会 他安排了两个亲卫 护送雅女坐马车慢慢回京 自己则骑马带我先行一步 我在他怀里颠簸得昏昏欲睡 一睁眼就能看见零星的几条鬼话 在骂我臭不要脸 死缠烂打 这就是我相信 他们却又称其为鬼话的原因 谁天天被一群陌生人骂也不高兴啊 大概又赶了半日路程 这些鬼话突然消失不见了 我越来越困 再睁眼人已经躺在客栈里了 眼前有热水阴晕 透过鸟鸟水雾 我看见我的裤子被高高卷起 脚正被兄长握在手里 轻轻揉捏 吓得我一击零 飞快抽回了脚丫子 顺带看了一眼 有没有鬼话出现 还好没有 我松了口气 要是他们看见这一幕 不得把我往死里骂 兄长倒也不恼 反而抬起水盆里 我的另一只脚 缓缓擦拭 我再抽 没抽动 使劲抽 抽不动 他像是没瞧见我的小动作似的 自顾自道 看你睡得太死 便不忍心叫醒你 但方才替你脱鞋袜时 见你脚上有许多的水泡和伤口 已然流浓溃烂 我便让人打了热水 想洗净之后为你上药 我姗姗一笑 我自己来就好 不敢劳烦兄长 若不是为了寻我 你哪里会遭这些罪 他微凉的手指划过脚踝 按住了我的小腿 阻止我在乱动 听话 他掀起狭长的眼皮 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忽然有种 被猛兽锁定的毛骨悚然感 今晚的兄长有些反常 我只好假装打了个哈欠 抓过一旁的被子 好困啊 太晚了 兄长赶快回去休息吧 我自己会上药的 这是下了逐客令 他便沉默着站起身 向门口走去 咔哒一声 门栓扣紧 我心里咯噔一下 梁翼瞬间窜上了几背 他转过身来 眸光幽深如漩涡 一步步朝床边逼近 你在怕我 不是疑惑问 而是肯定 风雨如晦 灯火如豆 盆里的水早已凉透 可床障里的温度 却是节节攀升 他栖身压上来的时候 我脑中顿时空白一片 我下意识就要逃跑 却被他扣住肩膀 一点点扯回身下 兄长 你 你要做什么 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给你上药呀 他语气认真 笑容却是漫不经心 腰带被无情地挑开 春光乍泻 上 上药不是这样的 我羞愤欲死 想要狠狠推开他 却是手软脚软地使不上力气 看起来像是在欲据还迎 那是怎样的 这样 还是这样 沾着药膏的大掌 滑进了衣巾 四处揉暗 激起阵阵战力 冰凉的药膏被慢慢推开 缓解了身体上的酸痛 但随之而来的 是无法言说的难过 头顶是他沉甸甸的吐息 悠长而用绵密 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 将我的反抗一寸寸残忍绞权 他泄愤似的咬住我耳朵 音侧侧开口 花楼好玩吗 不如与兄长也说道说道 我呜咽着将脸埋进枕头 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性情大变 变得让人十分陌生 够了 不要再涂了 兄长你越界了 我们是兄妹 是血浓于水的兄妹 我们从来都不是兄妹 这件事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他邪腻着我 似笑非笑 可你这样对得起苗苗姑娘吗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祈求他能有一丝的清醒 难怪你会突然与我身份起来 他仿若大车大物一般叹息出声 接着又促侠地笑道 我和那雅女清清白白 毫无关系 更没有什么救命之恩 若不是他从中作梗 我早就回京了 林华 我此生只会娶你一人 末了 他冷声告诫 那雅女不是个好的 你离他远点 我假装睡着了 没理他 说了好像就你正人君子一样 我不仅要离他远远的 我还要离你远远的 你俩都跟有病似的 紧赶慢赶 我们终于在夏日的第一声缠鸣中 踏进了家门 见我们平安归来 祖父很是欢喜 人也精神了许多 晚饭后 他便将沈淮叫到了书房 我等在屋外的凉亭里 心想 大抵是要将一切摊开来说了 过了一会儿 沈淮踏着月色 步履轻缓地进了凉亭 祖父喊你进去 陪他说说话 我低头应好 小心翼翼地从他身旁走过 擦件过时 他一把拦住了我的腰 再一个用力 我被迫跌坐在他怀里 周围的下人也消失了 我不由的庆幸 今日腰带扎得特别紧事 死结一道道的 手腕一凉 我低头一看 一只水头极好的翡翠镯子 正被他套在我手上 好想 好想要吃了你 他痴迷地亲吻着 恨不得立刻将我拆吃入腹 偏执又危险 他轻声细语地诱哄 待会无论祖父说什么 你都要答应 知道吗 我乖巧地点点头 越反抗 他只会越兴致高昂 自从客栈那一夜后 他彻底撕下了温润儒雅的伪装 露出了内里的阴暗疯狂 我用力挣扎也无济于事 反而换来他变本加厉地索取 打也打不过 说也说不过 我完全束手无策 远想着回家以后 他能消停下来 没想到他却更疯癫了 弄我一脖子口水后 他才意犹未尽地放开我 气势一变 整个人又恢复了 清风明月般的折仙模样 去吧 别让祖父等急了 我强忍着嫌弃 不敢当他面擦嘴 走出老远了 我依旧能感受那道炙热 侵略十足的视线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淋巴屋内 祖父难受地咳嗽着 当年问你的事 灵灵想清楚了吗 我想也不想地拒绝 我对兄长无意 强扭得瓜不甜 不必强求 灵灵 这侯府一日不如一日啊 祖父颇为无奈 浑浊的眼珠子紧盯着我 我有敢大现将至 但不安排好这些深厚事 哪里敢闭眼 我干巴巴地安慰 祖父定能长命百岁 自从父亲富商 从战场上退下来 只领了个须职 侯府便被排挤出了朝堂 日渐没落 祖父的想法我能明白 趁沈怀复起之前 我进水楼台先得月 待一朝得势 我扶持起家族子弟们 重振侯府门楣 多少大臣挤破头 将女儿送进深宫 为的不就是一门姓氏荣耀 可我 可我不喜欢他呀 他的命定之人也不是我 难道非要让我家在中间 不伦不类吗 想了好一会儿 我实在是泄了气 只能言不由衷道 祖父 再给我一点时间缓缓吧 这好好的兄妹 忽然做不成了 沈怀十二岁时来到侯府 说是体弱多病 养在乡下的哥哥 那时我天生口吃 不敢说话 整日里沉默寡言 都是他一字一句地 教我耐心纠正 这些年来 我所求所想 他无有不一 平心而论 他确实是位好兄长 祖父叹息一声 苦笑道 怀而说 那场大火他从未忘记 什么意思 我不明所以 但不等我再问个清楚 祖父四十类极 疲倦的挥手感人 出来后 我去了祠堂给母亲上炷香 父亲也在 他依旧是老样子 像个苦行僧一样 每日吃斋念佛 清灯常伴 上完香 我单刀直入 爹 你希望我嫁给兄长吗 父亲竟然也苦笑起来 语重心长地劝告 玲玲 这不是怨不愿意的事情 而是你必须嫁给他 否则久足不保 他晃了晃手里的佛串 神情苦涩 我念佛 不是祈福 是为了赎罪 父亲说出了一桩 惊天动地的秘密 沈家居然是杀害 先皇后的凶手 先皇后乃平民出生 以寡妇之身 嫁给了当时 被贬为庶人的七皇子 生下一子为殷怀 后来夺嫡之争 愈演愈烈 众皇子死得死 伤得伤 以致无人继承大统 朝堂上这才想起七皇子 以王丞相和祖父为首 文武百官将七皇子拥上了皇位 做了皇帝 便要立后 尽管朝堂激烈反对 甚至有阎官以头处住 皇帝仍义无反顾 立了发妻为后 作为妥协让步 皇帝一口气迎娶了 朝中史书位大臣的女儿入宫 人人都说 帝后情深 乃千古佳化 但却忘了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 随着王贵妃有了身孕 帝后之间爆发了更大的争吵 而王丞相也在步步紧逼 施压于皇帝 暗示他废后令力 但皇后贤得人厚 太子伶俐聪慧 宫内外一致称赞 没有理由可以废后 遭康之气不下唐 皇帝也不想背上 出尔反尔的骂名 偏偏这时 沈家出事了 父亲被奸细出卖中了埋伏 援军却迟迟不到 八百里挤爆一封又一封 但都被王丞相 故意扣下不报 在皇帝的默许下 王丞相的暗示下 祖父不得已将一封密信 交由母亲 让他带进宫 看望我的姑姑沈飞 母亲以为进宫 是为了替父亲 求得一线生机 他要好求求 这些上位的贵人 就救他的丈夫 殊不知这一举动 也断送了他的性命 姑姑看完后 便烧掉了密信 送走母亲后 他带着一盒云片膏 去了行宫 云片膏是皇后家乡的特产 皇后还在与皇帝冷战中 去了行宫散心 谁也不见 姑姑与皇后素来交好 她到了那里 工人通报一声 便迎她进门了 所有工人都被平退了出去 谁也不知道 他们在里面聊了什么 夜半时分 突然一阵火光冲天 行宫失火了 大火烧死了沈飞和皇后 太子也不见了 这一夜 调拨援军的军令 被即刻发出 八百里加急送往颠塞 对于皇后与沈飞的死 最终几个工人被推出来 做了替罪羊 说是反党余孽 父亲平安归来 但是断了一条腿 再不能上战场了 冥冥之中 母亲明白了什么 那时 她已有三个月的身孕 整个孕期惶惶不安 京剧交加 最后产下了一个死胎 一个已经成型的男婴 母亲彻底疯了 认定这是报应 一条白领了结了自己 一个家 死的死 残的残 彻底散了 父亲老累纵横 将来东窗事发 所有人都会干净脱身 只有沈家会是凶手 要你嫁给沈淮 并非是为了光耀侯府 而是你若能生下一儿伴女 看在你和孩子的面子上 就算满门流放 为奴为婢 也好过将沈家九族斩杀殆尽 父亲说 这些年的养育之恩 不过是一场赎罪和弥补 难怪啊 我就奇怪 为什么在那些鬼话嘴里 我会像个疯子一样 追逐着沈淮 可即便我再喜欢一个人 他若无意 我便离去 怎么会着魔到歹毒的地步 死缠烂打 心狠手辣 为了嫁给沈淮 无所不用其极 原来如此啊 我心事重重地回到归房 不知该如何是好 若是为了九族活命 那我再怎么样都能豁得出去 可沈淮愿意饶过我们吗 他知不知道 是沈家害了他的母后 如果他知道的话 那沈家还能有活路吗 这些年的骨肉亲情 怕是不足以打动他 毕竟鬼话曾经说过 沈家 九族尽灭 这一刻 我遍体深寒 只觉无尽悲凉 偏偏这时 鬼话不知道从哪 又突然冒出来了 原来女两家这么惨啊 作者居然连 这么重要的剧情都没交代 好长时间没见女二了 怪想念美女的 谁懂好吃她的眼 没办法 女主才是摄像头 我们的主视角 都是跟着她来的 而且这是本言情文 对于其他角色的视角 与主线无关的 离女主太远 就看不见他们的情况了 嗯 雅女进京了 我赶紧擦了擦眼泪 瞪大眼睛看着他们 不肯放过一字一句 试图找出重要的剧情线索来 看来我要是想看见鬼话 就不能离雅女太远 不过 还是希望女儿 不要缠着太子了 太子是属于女儿的 本来就是沈家做错了事 付出代价 不是应该的吗 就是他家九族挺倒霉的 啥也没做 就死光光了 我不明白 怎么就全是沈家的锅了 说到底 都是皇帝和王家搞出来的 一个个全力熏心 是的 就该把皇帝那个贱货 千刀万剐 我越看越心乱如麻 头也很疼 不知不觉的便睡着了 梦里光怪陆离的 什么都有 一会是我和沈淮打的闹闹 一会是沈淮掐着我的脖子 问我为什么要伤害苗苗 一会是刽子手手起刀落 沈是一族血剑菜市场 这个叫睡得难过死了 醒来已经第二天上午了 头还是昏昏沉沉的 侍女说 早上大公子来过 在屋里做了一会 见我睡得沉 便吩咐不让人打扰我 大白天的灯堂入室 看来他是一点都不避着人了 我没什么精神地喝着粥 一会管家来报 说是有个雅女 等在侯府门前来找大公子 不巧大公子出门办事去了 所以他才来问我怎么处置 我只好理理衣服 去见了 到了门口 却见雅女并非置身一人 还有一辆华贵的马车 跟在他身后 见我出来 一只青瘦冷白的手 掀开了帘子 露出一张七双赛雪的脸来 眼富白愁 身穿紫衣 眉间一点朱砂痣 分外妖娆 来人赫然是当朝十九皇叔 先帝最小的儿子 此时鬼话又吵闹了起来 哦 呦呦 男二出场了 人美得嘞 皇叔虽然是反派 处处跟男主作对 但他对女主 好的真是没话说 空白圣旨说 拿出来就拿出来 就为了带女主出功散心 还不是因为 太子既要又要 一边放不下女二 一边又不肯放女主自由 要是玲玲喜欢皇叔就好了 这样他就不用活活男女主了 然后他嫁给皇叔 那到空白圣旨 不就能拿来救他九族了吗 嫁给皇叔 我心里一跳 其实 他们好像说的有点道理 当年夺嫡之争 皇叔不幸误实了有毒的糕点 致使眼盲 却是替先帝挡下一截 先帝怜爱至极 特意赐下空白圣旨 倘若我和男二成亲 少了我们这两个头号脚屎棍 便无人再会给男女主使绊子 那空白圣旨 也就不会被用来救女主出功 岂不正好拿来为我所用 想到这里 我打亮的视线 不由地落在皇叔身上 真真是好干净剔透的一块玉 虽然这样形容一个人是不对的 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没有欲望 也没有阴欲颓丧 或愤恨或冷漠 就是很平静的模样 一切都是淡淡的 仿若古井无波 可这样的人 该如何做才能嫁给他 那 我盯着皇叔 不禁陷入了沉思 有人近身了 也未曾发觉 林华 你在看什么 阴冷的仿佛来自地狱深处的声音 突然响在耳边 一双冰冷的手 猝不及防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来人用力之大 捏得我胳膊生疼 好似要扯下我整个臂膀 大庭广众之下 我只得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来 兄长 你弄疼我了 他定定地看了我一眼 意味深长 然后转身走向了哑女 见他们几人攀谈起来 我便自觉离开了 鬼话一直在飙修罗场三个字 但却有灵星的几条闪过 卧槽 刚才太子看女儿 那是什么眼神 反正俺感觉不清白 还有点瘆人 阴森森的 跟鬼一样 糟 有预感剧情要崩殴 我坐在凉亭里吹风 一心一意都在想着那张空白圣旨 远远的有人快步而来 直奔凉亭 离得近了 我才发现是哑女 她来这里做什么 我起身就要离开 没想到她却堵着路不让我走 在我眼前一通瞎比划 她与我站得极近 我不舒服地往后退了几步 她又紧紧贴上来 甚至拿起我的手 往她脸上放 我欲要抽回手 她却顺势一倒 摔在了栏杆上 眼看她就要滚进湖里 我慌忙用力去拉 把她拽回岸上 结果自己却脚一歪 错身掉了下去 还好我会浮水 在水里沉沉浮浮一会儿后 我气喘吁吁地倒在湖的另一边 这里是一片小竹林 很偏僻 没什么人来 我照着无人看见尸身 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休息 这时回过神来 才察觉哑女的行为很是反常 如果落水的是她不是我 从外面看 就像是我打了她一巴掌 然后推她入水 我不喜欢将人想得那么坏 但是沈怀也提醒过她 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鬼话那会儿 竟然也没有出现 正假妹思考着 头顶忽然落下一片阴影 挡住了暖洋洋的日光 我以为是侍女来寻我了 连忙睁开眼睛 却正好对上那人眉间朱纱 烟红薄唇 一双凤眸明亮唇澈 她正俯身看着我 面带歉意 忽然她手中白愁落下 盖在了我的脸上 我一下子愣住了 眨眼间 一件紫色的外袍 也盖在了我的身上 她背过身 红着脸道歉 道歉 无意闯入 损了你明节 你若愿意 我便立即登门提亲 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直到回到房里 我还晕乎乎的 天哪 这真的是瞌睡了 就有人来送枕头了吗 听闻我白日落水 省怀晚饭时来看我 随着屋内的下人 平退的一干二净 她索性也不装了 不是让你离 那个哑女远一点吗 她把玩着我的双手 眼神幽暗如墨 我用力将自己蜷缩成一团 躲在被子里 只敢露出一双眼睛来 是她自己主动来找我的 我也没想到会出事啊 听说 省怀把哑女送出府 安排在了别院里 我并不关心 她俩如何如何了 男女主铁定是要在一起的 其他人的干涉都是徒劳 虽然现在的男女主 一个赛一个的疯疯癫癫 那她们也是天顶良缘 哪怕日后 她们相互折磨 傻子才想要掺和进去 我只是奇怪 为什么又看不见那些鬼话了 在想什么 她危险地眯起眸子 冰凉的指尖 扶上我的脖梗 难不成是少女怀春 在想哪个男人 我赶紧摇头 没有 就是太累了 在走神 我安安庆幸 幸亏白天是从小路回来的 没有让人瞧见我和黄叔 要不然 省怀这狗贼 肯定会对我搅黄的 她俯身贴了贴我的额头 然后又替我松了发迹 行吧 今晚便不闹你了 你好好休息 我瞬间窃喜 谁知她下一句 又让我破功 不过 立席还是要收一收的 她不容抗拒地 将我从背里捞出来 压在怀里兴奋地亲吻着 凌华 别想着离开我 我不允许 我无言垂谋 默默打了个冷战 难不成她发现了什么 我开始和黄叔互通书信 她告诉我 这几年寻到神医 眼睛逐渐能看得清一些事物了 但她没有声张 因为不想惹龙以上的那位猜忌 那日见竹林风景秀美 便忍不住摘了白愁观赏 没想到 那里还会有一个浑身湿透的我 打开画匣子后 我便约她见面 偷偷摸摸与她一块玩 全府都知道 我喜欢出门玩耍 因此 沈淮并不约束我 只警告我不许再去花街柳巷 她如今已经在替皇帝办事了 自从回京后 她每日早出晚归 不见人影 当年皇帝是想杀了她的 她怕将来这个孩子长大后 会报复自己 是祖父立保了下来 还好沈淮长开后 既不像父 也不像母 因此 这些年谁也没怀疑过她的身份 只当是沈家为了后继友人 从旁知收养的 皇帝本想让沈淮一辈子待在侯府 做个富贵贤人 但是这两年 她越发力不从心 以王家为首的世家 逐渐架空了她的权利 她这才想起 这个流落民间的太子来 她想拿沈淮做刀 一步步夺回她的皇权 除掉王家的势力 等沈淮无用了 她再弃之 沈淮心里一清二楚 也就没有被所谓的父子情深迷惑 她必是要拿回太子之位 荣登大宝的 两虎相争 就看谁技高一筹了 不过这些统统与我无关 我只想赶紧嫁给皇叔 然后拿到空白圣旨 不想沈家再卷入到皇权斗争中了 想到这里 我抓住皇叔递来的手 借力登上了画坊 今日他约我饭粥油壶 我女扮男装 便来赴约了 树银明媚 清风徐来 一一清何举 皇叔调上了一只王八 欢喜地拎过来给我看 猝不及防的 他左脚绊到了右脚 猎切着朝我身上栽倒过来 两个人顿时缠坐一团 重重摔在了甲板上 王八也飞出老远 我被砸了得眼冒金星 压在胸口的男人 脑袋好似块大石头 让人喘不过气 我抬手就要推开他 可转念一想 我是来勾引他的呀 只好洋装娇羞 轻渴两声以示提醒 他这才慢吞吞地抬起脑袋 一脸歉意地放开了我 我走到船舱里去整理衣服 他竟也沉默地跟在我身后 手腕一紧 我的袖子突然被他拉住了 他红着脸 羞懒地递来一只木盒 回去再看 你若愿意 便折一只花送我吧 这么麻烦 我倒要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当着他的面 我便打开了盒子 是一柄紫玉梳子 一目了然 想了想 我带着胆子 点起脚尖 在他唇边飞快印下一吻 他呆立当场 红唇却弯起惊喜的弧度 每人一笑 命都给你 我没忍住又亲了亲 他只是一个静地笑 任我失为 我把腰间 绣着兰花的荷包解下来 挂在他腰上 诺 给你的花 我亲手绣得嘞 他握紧荷包 反复抹扎着上面的林子 然后朝我深深做礼仪 因缘止必真之重之 勇以为好 虽然说 沈淮暂时无暇顾及我 但我也不敢做得太放肆 免得被他发现 没了鬼话 我只能凭借着原先模糊的印象 来推断剧情 一整个夏天 我的心神都被黄树勾飞了 到处疯完 最危险的一次 我和他正在马车里嬉闹 沈淮突然骑着马 停在车外 与我紧一连之隔 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喘 连忙躲进原址的披风里装安纯 还好沈淮没有掀开帘子 他大概是有要事在身 与原址寒暄了几句 便驾马离开了 原址笑话我 胆小如鼠 既如此害怕被发现 你为何不许我上门提亲 请指赐婚你也不让 难道光明正大的不好吗 还是说 你并非真的心悦 我想嫁给我 他清零零的眸子紧盯着我 暗含质问 哪有 我这不是怕沈淮一肚子坏水 给我搅黄了吗 我搜长瓜肚 只好胡周出一个理由 主要是比较喜欢这种 偷偷摸摸的刺激 公开了反而索然无味 日后当了王妃 更得端庄贤淑了 话落 原只看我的眼神 都变陌生了 随即他默默拢紧了衣领 等啊等 总算等到把沈淮支走的剧情点了 皇帝派他秘密去边关历练 收拢对世家把控的军权 此去 少则一年半载 长则两三年 原本这段剧情里 设定是我陪着他去的 而受了情伤的雅女 还留在小山村独自带娃 之后遇见了前去寻衣的皇叔 二人由此产生交集 在皇叔的帮助下 雅女的日子越过越好 还开了个医馆 成了远近闻名的一仙子 直到三岁的早儿领回来 一对姓沈的兄妹 兄妹俩一眼就认出了雅女 哥哥就情复燃 有意重续前缘 妹妹心生极恨 不断实际陷害 这中间具体发生了什么情节 我不知道 但是结局 鬼话们早就念到千八百遍了 男女主破镜重圆 我死有余辜 可我不想死 也不愿再和沈淮纠缠下去 他临行前 我故意跑去照顾了祖父一夜 不然肯定要挨他折腾 第二天又故意睡过头 没去城门口送他 不过他给我留了一封信 让我不要担心他 也不用给他写信 因为他大概收不到 反而会给我招来杀身之祸 他属实想多了 我只担心他回来得太早 沈淮一走 我便堂而皇之地 将袁址带到了家人面前 吃完饭 几个大老爷们 便心照不宣地躲进了书房 也不知道嘀咕个啥 第二日 袁址便来上门提亲了 婚礼定在了半年后 至此 我心里的大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 再见到雅女 真是给了我好大一个惊喜 袁址酿了新酒 要我去他府上一瓶 竹林里 他贪杯喝多了 耍酒风飞说自己是只大鹅 拖了外袍 就要去水缸里扎猛子 我好笑地给他拦下了 他玉面透粉 眼里波光练艳地 慵懒地窝在草地里 像团可爱雪白的小兔子 很想让人把他藏起来 实际上我也这么做了 笑得跟个大灰狼一样 对他伸出了罪恶的爪子 过了一会儿 他隐忍地喘着粗气 半是休脑 半是欢愉地让我住手 我笑嘻嘻地 正要继续调戏他 却见竹林外有人影晃动 眼看好时被人打扰 我下意识就将衣衫不整地 圆直拐进的假衫 因为不想让他这副样子 对别人看见一点 来人鬼鬼祟祟地进了竹林 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居然是雅女 不对呀 刚才男二明明在这里呀 他自言自语的 好似在对着空气说话 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 不得了了 雅女居然会说话 男二到底死哪儿去了 老娘竟等着他救命呢 这傻逼男主 就他妈是个疯子 求尽我不说 竟然还要杀了我这个女主 幸亏我聪明机智 逃了出来 差点坟头草都鸡米高了 他转了一圈没找到人 干脆一屁股坐在 我们刚才的位置上 吃吃喝喝起来了 狗屎系统 你们到底能不能修好bug了 直播上不去 弹幕也看不见 马德 我该不会被 留在古代当野人吧 呜呜 可怜我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女大学生 他鬼哭狼嚎的 还不忘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 被黑中介骗到你们公司 当虐文女主播 还有没有天理了 别想赖掉俺的工资 等俺回了家 一定要去工会告诉你们 呸 你还说男二是我的无条件舔狗 随叫随到呢 结果他娘的连个人影都没 他一直在骂骂咧咧 显然是怨气深重 吃饱喝足之后 他直接朝后一躺 开始呼呼大睡 这心可真大呀 我抱着原指躲在假山里 震惊得无以复加 恍惚间手上的帕子 被我搅个稀烂 原指的酒也醒了 他安抚般摸摸我的脑袋 然后招来侍卫 将雅女抓了起来 雅女醒来见到原指 大喜过望 他举起手钢要笔划 却猛然瞥见了 我和原指十指相扣的手 吃惊得张大了嘴巴 然后他发出了痛苦的嚎叫 你你你 哎呦 我擦 这剧情可真特么彻底崩了呀 紧接着 他一个滑跪扑到我脚下 死死抱住我的大腿 小姐姐 就大命啊 我不是故意要陷害你推我的呀 我那是 嗨 为了完成任务 你迟迟不走恶毒女配的情节 可不得我亲自动手吗 好死不死的 那些鬼话偏偏这时出现了 在一阵安静后 他们勃然大怒 日内瓦 退钱 停播了几个月 就给我们看这种东西 RNM 退钱 使一样的直播 草尼玛退钱 满屏的退钱 牙女也傻眼了 下一刻 他愤怒地尖叫起来 哎呀 系统我要杀了你 你什么时候修不好 偏偏这个时候修好 事已至此 牙女也懒得装了 原指稍微微逼利诱一下 他便什么都招了 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牙女说 他一开始就感觉剧情有点崩坏 比如男主被他捡到十人好好的 根本没有失忆 他不得已借了系统道具 屏蔽了他的记忆 结果人失忆了 也不让他近身 他只好一到晚上 就找借口下播 至于后面的带球跑剧情 那更是无稽之谈 遥遥无契 比如他和男二遇见的 实际地点统统不对 本该是他为男二 请来隐居的神医 治他眼盲 结果却只是在路上 救了男二身边受伤的侍卫 男二为表感谢护送他回京 之后再无联系 原著中那长达三年的种田戏份 自然也无影无踪了 系统安慰他 有新手保护器不怕 这个世界就当给他练手了 但他们都没想到会绷成这样 沈淮将他关在别院里 他还兴冲冲地想 是不是要搞强制iplay呢 可那天 他偷听到沈淮下令 寻个日子将他杀了了事 给他吓坏了 所以等沈淮一走 他就立刻想办法逃了出来 他无处可去 就想着来找男二寻求庇护 顺便看看能不能走走和男二的感情戏 结果来了一看 哦豁 自己一年白肝 这头 男主心里只有黄图霸业 那头 女二和男二看对眼了 只有他才是多余的那个 主线一崩 直播攻略任务彻底失败了 他现在只想回家 回家就辞职 小姐姐你都不知道 我们那根本没人想当虐文女主 要不然 我也不会被忽悠来上班 大家都想去填宠闻 女强闻 复仇爽闻啥的 我妈 嘿嘿 我就不一样了 我想去那个 他扭扭捏捏地吐出最后两个字 花室 花室是什么 卖花的地方吗 我好奇地问 嗯 呃那 就是吧 那个 他脸一红 莫名吞吞吐吐吐的 看起来像是在绞尽脑汁地想措辞 让人的心情像花一样 多姿多彩美丽的地方 鬼话一阵哈哈大笑 心他鬼扯呢 女二都让他忽悠瘸了 贵司还招人吗 俺也想去花室上班 钱不钱的不重要 主要是想体验一下 这个美丽的地方 歌古代叫春宫图吧 话说这种攻略任务 真的允许直播吗 死丫头 玩得这么花 出来让我进去演两集 他紧张细细地看了一眼我 见我一脸的茫然无辜 便松了口气 然后小幅度朝空气挥了几拳 小声道 幸好他看不见 你们评论都悠着点 别害我直播间被封了 公司要罚钱的吼 我表面不动声色 实际心里翻天覆地 大千世界 真是无奇不有呀 雅女去 一边和系统嘀咕去了 鬼话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这剧情怎么变得这么颠 说好的祝孤生痴情男二呢 怎么喜欢上恶毒女配了呀 男主铁了心要杀女主 这任务还做个屁 但我感觉更刺激了 比单纯的破镜重圆虐女文 好玩多了 嗯 再看看吧 不知道结局怎样呢 我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只知道 与我而言 我身边的人和事 都是真实存在的 即便鬼话们说这里 是一本小说 是一场直播 只不过是他们 用来消遣娱乐的东西 可这里的时间依然在向前流动 生老病死 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原址似乎也被真相冲击得不轻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神色晦暗不明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两久后 他淡淡一笑 来人 请苗苗姑娘去休息 说着 他命人将雅女安排进了偏院 名为收留 实为软禁 别怕 有我在 他来到我身旁 叹息着将我揽进怀中 不管这里是不是什么小说 我会永永远远在你身边 哪怕时空转换 沧海桑田 我也一定会找到你 前路迷茫 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却沦陷了 祖父越发病重 连太医也束手无策 有人提议 不妨冲洗一事 我们便将婚礼提前了 十里红妆 满城飘红 天不亮便起来梳妆 之后我拜别父亲和沈家族亲 有组里的堂哥 将我背尽了喜叫 原本这是该由沈淮做的 只是我心里有鬼 不敢叫他知晓真正的婚期 大家也只当他在边关秘密办差 抽不得身 只要平安过了今晚 一切变成定局 从此顺顺畅畅 余生无扰 一路上吹吹打打 喜婆不停地说着吉祥话 还有许多孩童 跟着迎亲队伍嬉笑打闹 落叫后 原址牢牢牵紧了我 跨过火盆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里程送入洞房 明明已经坐在洗床上 但不知为何 我心里越来越坠坠不安 雅女和系统商案好 给他换个攻略对象 状元郎 那人今日也在喜宴上 他正想办法接近人家 一些鬼话嫌他丢人 跑来我这边插磕打混 黄说好美啊 这红衣衣穿 带入多少古风男主 玲玲也好漂亮 咱就说 性别不要卡这么死 待会洞房让我躺你俩中间 咱们三个把日子过 好比什么都抢 加我一个 咱们一家四口 有情人终成眷属 投个火箭 聊表祝福 我也来随个份子 一时间 眼前尽是流光一彩 绚烂缤纷至极 我不禁弯起嘴角 安心等待原址来接盖头 但是等了好久好久 也不见有人来 我有些昏昏欲睡 鬼话突然躁动起来 我靠靠靠 分子钱随早了 男主杀进来了 流逼得累 男主一边搞公辩 一边来抢婚 这会人钱花得值 刺激 谢天谢地谢广坤 我磕的尾骨 CP成真了 骨磕就是最屌的 变故突如其来 我尚未来得及反应 只听咣当一声 洗房的门 猛然被大力踹开 摇摇欲坠 如今已是深秋天起 冷冽失寒的秋风 裹挟着沉重的血腥气 争先恐后的涌入 让人毛骨悚然 洗婆和侍女们 尖叫着跑了出去 我按道不好 提起裙子也要跑 却被人一掌 推入了红杖中 随即 盖头被燃蟹的剑剑挑开 烛火通明中 沈淮白衣半末 居高临下地冷腻着我 浑身却是戾气害人 宛若从地狱里 爬出来的恶鬼 他粗力地大掌 掐着我的下巴 冷笑着吻上来 谁允许你令家他人的 鬼话彻底沸腾了 妹妹大婚 竟然不通知 我这个做兄长的 他笑得阴狠凉薄 锋利的牙齿 隔着衣服 啃咬着我胸前的肉 用力之大 恨不得直接咬下一块来 我痛得眼泪直流 忍不住开口求饶 他却双指并聋 搅入我口中挑逗 嘘 小点声 你想让那瞎子 听见我们在洞房吗 如若我今日要了你 你猜他还会许你进门吗 嗓音音质地像脆了毒一般 我哭着摇头 求他放过我 他冲耳不闻 只跃跃欲试地 按着我臂弯的手工纱 眼底心红 嘶啦一声 他毫不留情地 撕开了我的嫁衣 鬼话早已骂声一片 却也夹杂着不少 要看瑟瑟的哈喇子 结果他只是用披风 将我一裹 就爆出了门 一路上竟无人出来阻拦 他如入自家一般 大摇大摆地 从王府侧门离开了 我不禁对他如今的势力 感到了恐惧 竟是不到半年 便杀回了京城 更是趁着全上京贵族 来参加皇叔的喜宴 他发动宫变 中间又抽身来王府 将我趁乱掳走 这其中的调度 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 马儿一路飞驰 很快便到了皇宫 此刻 宫墙内喊杀震天 尖叫声 求救声 哀嚎声 不绝于耳 他深情铁视着我的后警 愉悦至极 林华 你看 就要变天了呢 宫里已经被血洗得差不多了 沈淮便拽着我往回走 强烈的血腥味和死气 让我根本睁不开眼睛 沈淮倒是快活极了 甚至还有闲情意志 丈量起了我的脚腕子 林华 胸长为你打一条金链可好 但是 很快他便笑不出来了 前方的公道上 原指持剑而立 一派肃杀冷酷 身后乌泱泱一片是 蓄势待发的禁卫君 他神色凛冽 目光锐利如刀子 直直披向我们这对肩夫淫妇 我竟心虚地缩了缩脖子 无他 只因这样的原指太过陌生 大折 放下你黄婶婶 他略一抬手 便有人立刻奉上了弓箭 我要是不放呢 沈淮冷笑连连 挑衅般低头吻我 还故意咬破了我的嘴唇 他在抬起头 唇上多了惺惺点点的血迹 鲜艳夺目 周围倒吸一口凉气 你还没坐上那个位置 原指压低了眉眼 趁得那颗红痣 越发妖艳诡异 就没资格和我讨价还价 若是放手一搏 你未必赢得了你叔叔我 他搭剑 瞄准 恭喜颜章如满月 沈淮固在我腰间的手 一瞬间扣紧 双方对峙着 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雅女抱着个西瓜 躲在角落里 脸上看热闹的表情 藏也藏不住 鬼话们也是兴奋至极 骨科 抢婚 公辩 修罗场 男二上位 今晚的剧情太刺激了 案发是 这是我这几年看过的 最好的攻略直播 玲玲就不能全都要吗 区区两根 死丫头眼爽了吧 快下来让我躺进去演一会儿 只有我觉得很悲哀嘛 男主争夺皇位 那些无辜的太监宫女 说死就死了 啊这 一个古代攻略直播而已 别太较真 历史上比这残酷多了 原指夺不向前 语气淡淡 人和江山 你只能要一个 沈淮沉默着一动不动 下河崩得紧紧的 气息逐渐狂暴 但我知道他犹豫了 沈淮 不管过去还是将来 你都会是我一辈子敬重的兄长 别再执迷不误了 做梦 他轻吃 原指耐心耗尽 再懒得与之斡旋 索性上手来抢 强硬地将我从沈淮怀里抠了出来 玲玲 我们回家 我安然落进了原指怀里 却听见沈淮不甘心地怨恨 你别得意 我迟早会把他抢回来 可鬼话却在一旁指指点点 男主虚张声势 表情纠结 看来他还是更爱江山 笑死 谁不想当皇帝 男主要是没权没事 拿什么跟皇叔抢人 玲玲家在中间好瑟瑟呀 其实你们三个在一起 我也是不介意的 茵茵 我的槐花 CP要逼了吗 第二日太阳升起时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 只有台阶上洗不掉的血迹 暗示着昨晚的惨烈厮杀 皇帝昭告天下 当年失踪的太子已经找回来了 为了铲除王家的狼子野心 太子一直隐姓埋名 折服在沈家养精蓄锐 直到昨日王家抑郁逼躬夺位 太子立即赶来救驾 清军策 禁灭逆贼 所有的赃事 不管真的假的 皇帝全一股脑地推到王家身上 沈淮认祖归宗 恢复本名殷怀 入主东宫 侯府门前一时间车水马龙 来了许多拜夜恭贺的人 大家都说 沈家要飞黄腾打了 真孙女成了王妃 假孙子摇身已变成太子了 也有人嘲笑沈家没有眼光 老嫁太早了 要是嫁给太子 妥妥出了皇后 回门那天 我一路忐忑不安 好在殷怀并没有出现在沈家 但我没想到 她竟然藏在了我的闺房里 我进去收拾旧物的时候 她突然从房梁上一跃而下 将我狠狠扑倒在地 你赶跑 我就打断你的腿 她掐着我的后颈 咬牙切齿地威胁 我被她压在庄台上 看着镜子里 她依旧光风济月 以及我潮红又屈辱的脸 当然 我也不介意被人看见你 我这般私通模样 她笑得优雅温润 手上动作却是连绵不绝 压抑不住的喘息 从她口中一出 轻飘 饱含情欲 她碰你了吗 说着 黏你的手指像蛇一样 滑进了我宽大的袖袍 按住了那颗手工纱 她阴智的眼中 滑过一抹喜色 我扭头躲过她的亲吻 故意泼冷水 你少自作多情 我近日身子不爽利 圆房不过是迟早的事 成亲那日 她发疯将我咬伤 胸口流血又结痂 我根本不敢让原址看见 只好借口 自己这几天癸水来了 不能圆房 她强行掰过我的身子 凶狠地咬住我的唇 不准让她碰你 听见没有 你敢让她碰你 我杀了她 我闭紧嘴巴 死活不肯让她得逞 她气急败坏 浮在我身上发泄着愤怒 像一条疯狗一样 又肯又咬的 我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 扫清了所有障碍 你却要为了一张圣旨嫁给她 嫁给我 圣旨岂不是应有尽有 沈灵华 你就是死也要死在我身边 我的视线逐渐模糊 身子不停下坠 像是落入了一张 无形无影的大网 再也逃不开 东宫深处 隐隐绰绰传来 女子的物业低气 挨完酒绝 紧接着又被捉椅倾倒 噼里啪啦的摔大声掩盖过去 工人们眼观鼻 鼻观心 全部离得远远的 这样的事 每天都要在东宫上演一遍 众人早已见怪不怪 这可气坏了 藏在柜子里的刘苗 她恨不得冲出去 将殷怀千刀万挂 见人见人见人 靠 物理阉割她大爷的 她不停地和系统咒骂着 沈灵华莫名失踪后 阴远纸就跟疯了一样 全程绝地三尺地找人 她更是求到了刘苗这里 为她之前的冒犯道歉 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恳求刘苗帮忙救人 她说 我知你有非凡之力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去到任何地方 叔侄为争一女 这样的皇室丑闻传出去 沈灵华唯有一死 即便侥幸活着 她又要如何面对 世人的流言蜚语 直指点点 殷怀便是料定了这一点 让她也不敢上东宫抢人 可她与玲玲两情相悦 心意相通 凭什么要她将爱人拱手相让 刘苗这边 早就抛弃了雅女的壳子 改头换面 成了小关庶女 走旧熟路线 去攻略状元郎 不然 她就算不被殷缘指关到死 也会被殷怀派人暗杀 毕竟她这种外事之人 又身怀系统 在这个时空 怎么看都是个异端 她不知道殷缘指 是怎么认出她的 但无论她如何祈求 刘苗都一口拒绝 谁让天蝎座最记仇了 结果弹幕一水的 在刷大火箭大跑车 哭着喊着让她帮忙救人 好吧 她也不是那么冷血无情之人 学习强国她可每天都在呢 她花光了所有积分 借由系统力量 顺利潜入东宫 不瞧 这是殷怀也在 两人正在吵架 只听沈灵华悠悠出声 你真的想知道答案吗 殷怀跟得了超级狂犬病一样 大吼大叫的 闭嘴 不许你再说了 沈灵华篇不如她意 阴阳怪气地唱反调 正如你所猜到的那样 我当然是心悦她 才会嫁给她呀 怎可能只是因为圣旨 不许你爱她 孤不准 仔细看来 你们叔侄长得挺像的 你若非要强纳我入宫 那我把你当成她也未尝不可 沈灵华不气死她不罢休 来日若生下孩子 长得像我像你也像她 反正都会姓姻 又有什么可争的呢 你要把我当成她的替身 殷怀难以置信 嗓音微微颤抖 她嘴角嘲弄得勾起 眼里却有什么东西 在飞快碎裂 你要是这么想 那也没办法 她两手一摊 作死于壮 你不发疯的时候 身上那股子鲜气飘飘的味 还真像原指 两酒后 殷怀滴滴地笑了起来 神色愈加疯狂 你好大的胆子 你怎么敢的 怎么敢把我当成别的男人 既如此 孤又何必对你有怜惜之意 沈灵华 这都是你自找的 说完 她竟生生呕出了一口血 而后一拳砸在了床柱上 掌心鲜血直流 弹幕却是一片嘲笑 零零牛掰 零零威武不屈 就要搞替身文学 气死她得了 男小子还理直气壮起来了 一直在对零零强取好躲 太子看着好可怜 好心疼辣 这女的也太不知好歹了 楼上的发什么颠呢 真要遇上男主 这样冷血残忍的病骄 你肯定第一个跑的 评论区的狡气收收味 你又不是零零 你管人家咋做呢 这里面的人都是有自我意识 能自主选择的 不是任你随意图改的纸片人哈 接下来是少儿不移的画面 刘淼赶紧关了直播 闭眼独耳 默念大悲咒 红杖内 金链和铃铛碰撞在一起 不停地灵冰作响 殷怀动作极其粗暴 毫无柔情秘义可言 她发了狠的逼问 说 你爱我 说你嫁给她 只是鬼迷心窍 你根本不爱她 沈灵华却宁折不弯 死也不肯出生 直到实在受不住了 她才从喉咙里 泄出两声压抑的哭声 疑是狼藉 沈灵华流干了眼泪 哭哑了嗓子 连梦中都在难过的抑郁 兄长 为什么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殷怀为她擦拭的手一顿 却是癫狂大笑 沈灵华 这是你欠我的 片刻后 她竟是落荒而逃 干 死见祸 确定不会再有人进来后 刘淼赶紧从柜子里溜了出来 她从怀里掏出一件宫女衣服 三下五除二的给沈灵华换上 一边换衣服 一边大骂殷怀 禽兽 贱人 死变态 好好的一个姑娘 被作践得跟得烂泥一样 浑身轻轻紫紫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被扔去了缅北电炸园 刘淼将人从东宫偷出来后 思来想去 还是先藏在了自己家 她也是为了人家小夫妻着想 把人养得白白净净了 再还回去 省得姻缘只觉得头上绿油油的 对沈灵华新生芥蒂 毕竟知道是一回事 但是亲眼看见又是另外一回事 没想到 当晚姻缘只便找上了门 刘淼还是头一次 看见这个风轻云淡的男人崩溃失态 整个人像丢了活一样 她紧紧抱着怀里的人 双眼涣散 脸上泪水斑驳 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 失神地呢喃着对不起 说我没有保护好你 她想到那句 男人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姻缘只朝他千安万谢后 便要带人离开 哎等等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急忙叫住了对方 接着从袖子掏出一枚白色药丸 塞入沈灵华口中 再三确认 她咽了下去 你给她吃的什么 她眉头紧皱 刘淼答非所问 当然是以绝后患呀 难不成你想让她一辈子 都和那个贱人牵扯不清 姻缘只沉默了 她与重心长地告诫 我知道你下不去手 怕伤到她 怕她误会 你在羞辱她 但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沈灵华本就受辱 若再不小心 让她怀上强暴犯的孩子 不敢想象 她以后会是什么 水深火热的生活 古代婢子汤伤身 打她要害命 不如她这现代小药丸 她忍不住又多嘴提了一句 若有一日你 对她无心无碍了 还请及时放她自由离去 这件事本就不是她的错 姻缘只想也不想地反驳 不会有那一天 她比我的命还重要 她在时间的长河里翻山越岭 不知轮回了多少次 穿越了多少小世界 才终于又找到了她 主角有其盛大而热烈 可他们NPC 亦有渺小而坚韧的快乐 她是别人故事里的NPC 却永远是她生命里的主角 刘淼富菲 你最好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目送他们离去后 她对着虚空叹息道 沈灵华的时间线就到这里了 虽然故事线完全崩坏 但也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弹幕一阵惋惜 啊好快 这就结束了 玲玲和黄叔 一定要好好的呀 TAC观众要转场了 以后就看不见玲玲和黄叔了 舍不得 没事啊 主播那边新开的状元郎 追七火葬场也很好看啊 而且跟这边是同一个故事背景 说不定还能再看见的 不要啊 我的淮花 CP 完结洒花 翻外皇帝识破天津地下了个罪己诏 承认是自己谋害了先皇后 天下哗然 这是殷淮的手笔 因为没过两天 皇帝便暴毙了 传位于太子 但他临死前还是摆了殷淮一道 故意立姻原旨 为摄政王 辅佐一个早已成年的新帝 殷淮登基后 流水般的赏赐进了沈家 沈家安然无恙 老侯爷终于能安心去了 只留下四字 回不当初 沈父在料理完丧事后 向朝廷交还爵位 自请去佛寺修行 日夜为国家和陛下祈福 旁人劝他再三思两 如今你沈家荣宠正盛 何不趁热打铁 就算你无心再去 也该从旁知过祭子职才对啊 但沈父趋意已决 于一个雪夜上了云山寺 人人都说沈父昏了头 放着光药门没得机会不要 简直对不起祖宗 殷原指将沈灵华护得很紧 即便是在老侯爷的葬礼上 也不肯离他半步 这让殷怀根本找不到机会下手 只恨得牙痒痒 大家又说 摄政王夫妇恩爱非常 沈家女真是嫁了得好去处 虽说他娘家人蠢笨拎不清 但还好有富家体贴爱护 葬礼上沈灵华哭得不能自已 一度昏厥过去 原指没办法 只能尽量让他昏睡着 少去想那些伤心事 等一切落定后 他马不停蹄地带人去了江南散心 殷怀几次在路上围追堵截 统统落了空 笑话 他因缘职只是懒得去争那个位置 不代表他毫无反击之力 于是 朝堂上开始多番催促新帝选秀 殷怀极言利色地驳斥了回去 与此同时 民间又隐隐传出他并非天界血脉 是他母亲与第一任丈夫的一父子 朝堂上一时人心惶惶 有些人蠢蠢欲动 毕竟老皇帝也不是只有殷怀这一个儿子 更有人跳出来说 太子殷怀当年流落民间已久 如何又证明他沈怀便是真身 沈家放着全是富贵不要 宁可被族人唾骂 也非要去山野修行 莫不是心里有鬼 殷怀不得不疲于应付 一时无暇顾及那对游山玩水的小夫妻 不过 他是绝不会放弃的 他为他做了那么多 连沈家人都一并放过 凭什么要他放手 除非他死 自他若惯起 便日复一日地做着很多奇怪的梦 梦里 沈灵华跪在他的脚下 头不停地磕在地上 很快便见了血 求你 求你放过他们好吗 所有事情我一力承担 杀我好吗 千刀万剐都行 他声泪俱下地求他饶沈士九足一命 他没云 画面又是一转 兄长 但愿我们来世永不相见 悬崖上秋风烈烈 沈灵华披头散发 泪流满面 他抱着沈家排位 字字气血 爱你是真的 沈家对不起你也是真的 你以报仇血恨 我们之间恩怨两清 若有来世 我们还是做个见面不时的陌生人吧 说完 他纵身一跃 不要 他不管不顾地冲开周围人的阻拦 却也只来得及抓住他的衣角 梦里他根本没想杀他的 诛灭了沈家九足 却独独放过他 甚至为他改头换面 不就是想保下他吗 可他却说 兄长 我太累了 好想长眠不行 他走了 似乎也带走了他的欢喜 很快 他又握着另一个女子的手 深情款款 我从来只拿他当妹妹看的 他和那个苗苗姑娘成了亲 还有了孩子 看起来很是美满 沈灵华 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他醒来满头大汗 只觉得梦里一派荒唐 这都是些什么狗屁岛造的东西 他爱沈灵华爱得不得了 怎可能会诛杀沈家九足 怎么可能只把他当妹妹 他坐起身 掀开头顶的床杖 顶刻便露出一张美人画像来 不一会儿 极致动情的喘息 从杖内清洗而出 堂堂沈家长子 竟将妹妹的画像缝在床杖上 谁人不说是丧心病狂 他在世人面前 从来都是知蓝玉树 清冷自持的端方君子 因为他知道沈灵华喜欢这样的男子 不过他独独没料到 这世上还有一个 比他更符合沈灵华审美的人 但这都是后话了 又是一年春 他回乡探亲 那亲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从火灾中 死里逃生的先皇后 还有沈飞 两个女人在田野里手牵着手 依偎在一起 他告诉母亲 自己要去睁大位置 这样才能护住自己想要的东西 母亲笑着祝福他 愿他万事随顺 他问沈怡 可要带话给京城的亲人 沈怡摇摇头 该是让他们活在愧疚里的 更何况 这个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否则我和你母亲难有活路 沈家至今不知道沈飞还活着 只当他也是死在了那场大火里 其实不然 当年行宫里的两具尸体 是刻意找得死囚 两个女人带着孩子逃出宫后 温宝是个大问题不说 难道真的要殷怀 长成个目不识丁的庄家汉吗 他们想想 又将殷怀暗暗放在了沈家门口 老猴也下朝回府 看见门口小乞丐一样的殷怀 当即以为她是大难不死逃出来的 十二岁的殷怀和十岁的沈灵华 从此青梅竹马地长大 代别母亲和沈一后 殷怀迫不及待往京城杆 她终于可以亲口说出 她要娶沈灵华为妻 半路坠崖 巧遇雅女 雅女名幻苗苗 哦 这就是梦里那个女子 不等她观察明白 她就突然失忆了 雅女想和她亲近 她潜意识觉得厌烦 并死活拒绝她的触碰 直到沈灵华找到她 这之后她恢复记忆 一心要杀了雅女 绝不让梦里的事情 有一丝一毫发生的可能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那就只好带回京城慢慢杀 但不知为何 沈灵华莫名与她生分起来 她生气又无可奈何 她发誓只会娶她一人 她不信 她心里看上别的男人 她发狂 拉扯间 她和沈灵华渐行渐远 直到她瞒着她 嫁给了别的男人 是不是她温温如雅的面具戴久了 连她自己也忘了自己是个疯子 既是疯子做事 哪有情理可言 不爱她没关系 便是绑也要绑到身边 想跑 那便打断腿关起来 她有千万般手段 能将人留下来 秦政殿 底下的太监跪了一地 瑟瑟发抖 今儿个是除夕夜宴 凡皇室宗亲必须到场 老太监不由地 为摄政王夫妇捏了一把汗 心地披上紫衣 将白仇附在眼上 远远望去 竟与摄政王有八分想 紫衣默发 能有十分以假乱真 她只见占了朱砂 轻点眉间 推开门 屋外月色正好 血色茫茫替身又如何 终有一日 她必将正逐取而代之 全文完